在很多古装剧中经常都会出现一些美人在沐浴的场景 他们不是在浴桶里就是浴池里 又或是在河里或湖里洗澡时 那白脸透红的肌肤 美若天仙的面孔 无一不透着性感和妩媚 简直美得让人一不开眼 今天小编要为大家盘点的正是八倍在古装剧里洗澡的女星 我们快来看一下到底谁最性感妩媚 谁就令人难忘了 杨丽在白浅之后 杨丽的扶摇又一次美出了新高度 特别是她在扶摇里沐浴时的这个模样 顶着一头湿发站 在铺满花瓣的浴池中 再加上她那张充满诱惑力和性感的脸 不但给人一种清水出水芙蓉的感觉 还惊艳绝美到宛如画中仙 陈乔恩这是陈乔恩为某歌游戏宣传时的洗澡镜头 那眼神里不仅充满了凌厉的杀气 两只手臂放在玉桶边上的动作里是霸气又淘漫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这是东方教主上身了 只不过这洗澡的镜头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劲 玉桶里不仅没有水 而且她头上的发饰和脸上的妆也没有线 杨子说到女星洗澡的戏 杨子也有过不少 这是她在古装剧 白蛇之天机传说 李刚化成人形时的一场沐浴戏 只见她失发素颜的出现在镜头前 在那波光淋淋的水中 显得肌肤是那么的雪白 那么的粉嫩 眼神迷离的样子也更是传神 不得不说 这样的杨子真的非常迷人 赵薇说实话 在画皮2中 小编觉得赵薇比起周旋来 显得更加的有吸引力和气质 穿起盔甲时她是那么的帅气 换上女装后也非常的美艳大气 特别是她在该片中这个洗澡的画面 在舞内之中还带了一丝妖艳 真的很让小编惊艳 王立坤 王立坤 本来就是靠着笑水后 露出一张素颜而被封为素颜女神的 而她这个在美人心计 比这个落水时的古装扮相 更是说明了她的素颜有多美 那脸上的笑意 加上那尸身后的造型 无一不再挑动着我们的神经 这样的她简直 就像个想要引诱人堕落的妖精 佟丽亚佟丽亚在某一天下 你扮演赵飞艳时沐浴的古装造型 真的很令人惊艳 不仅露出完美的肩部线条 锁骨更是显得有些小性感 即使是对着利剑 表情和眼神都透着是死如归 但整个人看着还是那么的千娇百昧 风情万种 让人有一种想保护她的感觉 实在美得心都碎了 刘诗诗 刘诗诗身上的那股气质 总给观众们留下了清新脱俗的印象 可刘诗诗在古装剧里的沐浴照 却跟她本人的气质有些相反了 扬起了灿烂的笑容 手上在挥洒着花瓣与水花的她 虽然整个画面看着十分的唯美 但比起原来淡雅端庄的刘诗诗来说 反而多了些青春活泼感 王燕王燕在武林万世中扮演的白飞飞 虽然算是个反派角色 但却让观众恨不起来 而且还有爱幼脸 而她在剧中在河边洗澡时的样子 更是让人看了愤怒不已 那背上一条条的伤疤和已经麻木的表情 说明了她一直都活在不幸之中 真是怎么看都让人心疼 在这八位洗澡的古装美人中 大家觉得谁让你心动